本节目由斯特东方韵赞助播出 参加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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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队 参加电台 参加电台 和电台 参加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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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司雇员呐 还是什么呀 还是什么呢 我们的国家 绝对不需要改参 对 对 哎他带风扇的我跟你说他就烧手 哈哈哈哈 你这打火鸡不灵啊我说啊 我怎么点不着呢 别别说点香了点手指就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还是余儿就行 哎哎哎哎这下好家伙咱们这个什么了啊 拜上了 哈哈哈 哎温道这个自己说呀 这个关键时候还是看出谁是朋友 今天人家于世纯老师马爷临时救场 我要没记错的话 马爷是第二回救场如救火 真的是 你知道吗 艺人的道德水准 没有道德水准 所以我今天我得对得起马爷 你看你们喝这茶我家里拿来的 啊70年的铺尔马爷快喝晕了 我这个 这个 这茶确实特好真的 有年头 对 这个茶是越放越乏 乏你能尝出来 嗯 但是就是你给漆坏了 漆浓了 哦 我说我得多放点对得住你 哈哈哈 这漆的太浓了 不是马爷我还给你搬搬弄斧啊 这今天这是咱自己的节目 我把我家里的家伙事儿 哎 马爷 这这这我给你见效 嗯 这清代清代的我原来拍拍卖上的 嗯 那个小铜炉 你看 然后马爷说 这不是前两年万家元建国 哈哈哈 四个蝙蝠啊 四蝙蝠啊 四蝙蝠就是古人讲的就蝠嘛 就蝠 这个这五蝠少一蝠 哎 你这应该是五个蝠吧 你肯定四个吗 我没数过 哈哈哈 不是这个这也是 我我我我相聚啊 哦我刚才还说呢 我说这这这这厂地这还有点好东西 黄花礼子澹 呦我的私藏啊 小香河 这个呢 香河 这行马马爷 这这都是乾隆年年的 哎呦乾隆年 你这马爷这一说 我这二三百年 你我真的 你一看 对 你呢 我呢 不是经他一说 我就能卖了 是吧 你卖谁啊 哈哈哈 哎对对对 我就跟他说说 哎我就跟你说 你看这种瓜棱啊 我就是你你别小看 你看他这个做的就像人的肉里边的骨头突出来一样 就很性感 你觉不觉得 你就这种线条 大家老说线条性感 我觉得这种线条就很性感 这几种 瓜棱瓶 瓜棱瓶是你俗称 应该叫什么瓶子 应该叫什么瓶子 这瓶子 他这个 他本身是有名字的 原来这种瓶子叫双路 双路棋知道吧 双路棋子 对 双路棋呢 他把双路棋子的那个样子呢 就出了筋了 嗯 出筋 出筋是一种表达方式嘛 就给你秀肌肉 没什么区别嘛 啊 这个就显得有力度吗 性感吗 秀肌肉不也性感吗 对吧 这个这个理论上比这个早 这个 这个带有明朝 对 就是明代的嘛 明代的 我这真是拿自己私货来的 你不应该多说这个 人家以后做贼的看了 就说我闹家里东西多 一信家就说那明朝的 我跟马爷最近准备合作做点生意 所以 每天拿一点 马爷刚听说 不是 我为什么讲 就说这个说 我说这个性感的线条 因为咱们讲的这个事啊 跟性这个有关系 所以我说什么呢 真好这个节目 不是总得来这个 咱们聊什么 就说当今社会 这毛主席过去说啊 我就发现你要善于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当中 找出本质 我总结了一下 我当今社会两大主题 咱们这两天呢 咱们就谈这两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呢 就是出轨 你想很多新闻 你发现没有 现在是个出轨的世代 而且呢 我说有意思 不是说就咱这四个老甘村 我请了有俩美女嘉宾 本来都挺爱来的 结果临来一听说聊出轨 女的不来了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男性比男性容易出轨 马爷这个结论 看见女的没在就可以这么说了 是吧 咱不能说男的容易出轨吧 女的容易 现在真的女的比男的还容易出轨 怎么说 好像是有一个 你仔细想这个社会现象 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出轨主要是指男性 小性 女性也不叫出轨 人女性真有这事叫搞破鞋 对 不叫出轨 出轨还算一不错的词 比较中性了 对 人家搞中文的应该 红性出强 没错 只有绿帽是专属于咱们的 对 咱这四个老爷们 就是属于绿帽协会开会的 不是 我是说 那你和他 马爷刚才讲的对 就说这个出轨这事吧 我现在真觉得女的hold不住了 你 我的朋友有些就是像他这岁数的 其实大家迷恋中国文化啊 说出那个歪理来 你也可以说异一异 比如说那天就有一个就是说 说孔子为什么说妇女必须得给他管住 不是说瞧不上妇女 而是说呢 男女两性啊 女的太容易了 你们就说男追女啊 隔层山呢 隔道山呢 女追男隔层指 他说这女的要想出轨可太容易了 我今天才知道孔子是这意思 余老师专门研究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就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这个解释很牛 但是我确实知道好像是前两年 那个新闻有个报道 中国的一个出轨的数据统计是说 中国的成年女性40%有过出轨史 那成年男性呢 那个数据还没有看到 文道对出轨是比较有理论了 对吧 我为什么对出轨 马爷别有实践 那我觉得 其实出轨是一个我觉得很正常 就只不过是因为你什么叫出轨 出轨就先假设有轨 有个轨道有个长轨 对 那么于是你离开长轨就要出轨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真的现代社会 无论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一样 你什么叫做长轨这个概念 越来越受挑战 你比如说以前离婚没现在那么容易 是不是 现在现在容易 现在很容易 你现在没说买个房都要离婚吗 排队 排队离婚呢 也就是说原来那个长轨早就被动摇了 不过文道我跟你讲一个现在的长轨 你说啊 就说是这个多年的夫妻 那么两个人维系婚姻关系 但是同时呢 互相给对方一定的外遇的自由 性自由 你觉得这可以是一轨吗 现在这也挺多了 在国外 有一种一些那种所谓开放婚姻 不用说国外国内 有很多吗 真的 不能说这是纯偶的人国外 我以为这是西方的那些 那四个人在这天天造给 不是 真的 真的 不是我说这意思是什么 现在有些人的 你看香港 要不说他们这个就是海外学者 咱们在香港 我就不能说说人名字了 就是咱们在香港有一个朋友 50岁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种境界 这达官呢 那天我跟他说 我说他说他说我老婆去旅游去了 是吧去旅游 我说这到哪旅游 他说这个什么泰国那边有个什么和尚组织的一个妇女团 就是好像修身养性 闻道也常爱去那个 对 我那 我不是常去妇女团 不是 我这个什么 就有点蟹蟹蟹佛教 因为私下聊天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呦 那和尚组织这妇女团 那你老婆可得小心 哎 你说这哥们说出一句话 我就不知道他玩笑的是什么 他说现在反正我们夫妻俩早就没有这个性生活了 他说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好 如果真有哪个男的 让他得到点这方面的快乐 我也替他高兴 你说他 这多宽大的心兴 也是你的朋友啊 你们怎么都这么想 我的朋友跟我想法不一路 好不好 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些人现在都已经能这么想了 心胸很开阔 这个真没想到 这个真没想到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女性为什么容易出轨 他是不是 是不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 我原来开过玩笑 我说宋代以来的这个女性被压抑的太久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波反弹 从长州期来看是一波反弹 再加上宋代以来的中国的男人确实是阳气不足 然后女性又经过于开放 他想寻找 比如不仅仅寻找爱情 为什么宋代以来男人就阳气不足了 对对对 为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地质社会 他走下坡路了 比如说汉唐作为一个帝国 他可能是一个上升期 然后宋明是一个衰落期 在衰落期的时候 男人他自然是 这方面也不行 阳气不足 阳气不足 因为你看 我觉得倒不是说男人不行了 所以女人要出轨 而且我 但是我比较同意是女人从来被压抑 这倒是真的 其实 我们今天说出轨是个女性 好像我们很 刚才讲半天都集中在女性身上讲 但其实另一方面 男人过去 比如说要出轨也很容易 也很方便 我们好像不太觉得那是个现象 为什么今天你说女人出轨是个现象 反传统 对啊 他就是反传统 但这个传统恰恰说明过去女性 可能真的是被管束 被压抑 太久 太久 然后现在社会稍微开放 或者是不叫稍微开放 现在社会已经开放了 您这还叫稍微开放 原来有个上海作家苏青 他不是把孔子的那句话改了吗 饮食男女 人之大玉存音 他断了一个断句 断了一下 叫饮食男女人之大玉存音 这个是有点 饮食和男人是女人的大玉 对 其实女人非常好色 你比如说 就我所知 他们就单独 我有时候八强歌听了 女的几个女作家在一起聊天 那个黄的 我的天 男的 我跟你说 咱聊不到那去 境界不够 他们互相 女的好像特有一种亲近还是什么 他们互相会谈自己的老公 大小 长短 这都会谈 听得你又特别颓 我跟你说 我觉得它有个现代社会的问题 我前一阵 听我们朋友圈里人讲 这么一个事 我觉得这个事 可圈可点 它在每一步上都说明了今天的问题 一个福建的这么一个老板 他有钱 那么他有钱 他有家事 然后他就找了个女朋友 不是包 包就简单了 包养就简单了 不是是谈恋爱 人家也不光是有钱的土豪 也有人家的魅力 还是跟女的谈恋爱 但是客观上 他一半的时间得跟他这个老婆孩子 他有老婆孩子 他有老婆孩子 对 那么这个女的就算是说小三吧 那好 结果到最后 就说最后 愁的头发都白了 你知道老房子着火 没法救 他爱上一个这么个小妹妹 对吧 最后就发现出轨 出一次轨 急疯了 然后就是说 什么是出轨 就这小女孩 小女孩出轨 小女孩出轨 小女孩很简单 小女孩就是说 我也很爱你 可是呢 我也跟你结婚成婚 我也跟你结婚成婚 那你想我怎么样 而且主要是我的时间很难熬 就女人很容易孤独 就我一个人 对吧 你平常也看得紧 我也没有什么朋友 你在家里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所以我就 我就找一个 结果呢 这男的就不能允许啊 不能允许 这女的还跟他道歉 因为为什么 这很有意思 你要真出轨 你就走了吧 这女孩不走 所以爱情是很复杂的 因为这女的找的那个小帅哥 没法担负这个女人的生活 说我要叫我要叫我分析 就是他活不下去啊 他跟着这么一个老男人 他享受的整个这种生活层次 他不能下去 于是呢 又道歉 我磕头好 又回来 回来呢 又他妈出轨 你知道吗 就是 然后这哥们就都疯了 就是 但是他就 老男人又格外迷恋上这种青春 叫少爱啊 叫少什么 就处于一种 他非常 最后你知道吗 这男的就 就我刚才讲包养 最后这男的就是说 我看出你啊 你能这么老出轨 你对我说那爱也是假的 嗯 说你一次次的回来 你为什么 你因为离开我 你就活不了 所以说 我咱们就给你来一个包养协议 对吧 我一月给你多少钱 你也给我 就是你给我提供服务 而且呢 你不能出轨 就是说 这里边叫道义有道 就是说你 你对我是没能跟你结婚 我也有别人 可是呢 你吃我的 你拿我的 你住我的 你我养着你 就即便咱说包养 你也应该守你的真本分 调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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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您是经济自立的 那我管不着你 可是现在就等于又把它纳入常轨了 就又包养这种常轨状态 对 就是最后他发现 原来是出轨 现在就回轨了 就是讲爱情 反倒老出轨 最后咱就讲契约 我包了你了 什么叫包 包了你就不能在外边再来 对不对 要不然扣工资 那那个女孩怎么样呢 不是 就是说现在的闹的 这个鸡飞狗跳嘛 不过 不过你在想就是 那个女孩子啊 比如说 我觉得那个男人最生气的 可能还不是说 你我我跟你这么好 然后我给你钱 你怎么还到外头去 我觉得这种 我们平常看娱乐新闻里面看到 最让大家发指 让所有的男人痛心 你知道是什么 是这个男的 他会想 我不只是给钱这个女的 他出去找我小帅哥 他会不会 还拿着我给他的钱 还包了那个小帅哥 对吧 这个很正常是个正常的 这个很正常 这才是最让他痛心的 他有这个 你比如说我 我有回去去按摩 那个按摩呢 你怎么叫按摩呀 我去按摩 按摩 按摩 我去按摩 我去按摩 我按摩肯定我不大习惯是男的按摩 就比较大 比较大呢 是一个男的给一个女的按摩 这女的岁数病不大 大概也就有估计二十七八三十岁 然后呢 这女孩就跟我说 说我们日子苦啊 为什么 男人不好按 男人浑身硬嘛 你得使劲嘛 说那富婆一来啊 笑声就没断过 说给的那小费啊 就给那男孩的小费啊 多 给的特别多 你说我这办 本来是解解除病痛的 浑身疼的要死 让你给按摩一下 然后你老跟我讲这故事 啥意思 就是我得多给点小费吧 我跟你说啥关系没有 对吧 我们是这个合同关系 我多少钱你给我按多长时间 对 那边那富婆呢 就是变成天天来依赖这个事 他说他天天来天天给钱 即一按摩就乐 对 他高兴啊 那是格子呢 他就是在家里苦闷呢 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个就是包养的事 对不对 包养的是苦闷 所以拿着老这个这个 钱 拿着钱出来自个儿享受 享受 这件事很多 多吉了 有的时候女的也不直接指向于性 你记得我老看那时候 老看香港报纸老报导 那个港人到内地去嫖啊什么 他也报导有些香港富婆 到这个内地的有些地方找这个 就算什么呢 南 香港的地方叫压 压 对压 他其实他这很多 他就是说这女的就是说 你摟着我摸摸摸摸摸我这小肚子 呼噜我这小肚子 这女的也就也就这要求 很好 不过不过你我觉得根本过去 一直以来所谓的压抑女性啊 还不只是说管束很紧那么简单 就连女性的性欲 都是被压抑的 都是被压抑 但是女性的性欲要不被压抑了 咱们还能 那也不一定很坏 对不对 我觉得过去是 从来对女性全方位的压抑 尤其性欲也是 好像女人就不能够公开谈性欲 不能表达 对不能讲 然后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 你听到那些 女孩子们 女朋友们互相聊 其实我大概也知道 她们聊这情况 我也听过见过 但我觉得她们那个状态 我看到她们聊的那个状态 我会觉得挺替她们高兴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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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 因为你看她们那个状态 对 她们 我不能明着乐 是吧 你看她们呢 那种聊的状态 她真的是一种 好像姐妹涛 什么都能聊了 然后一下子放开了 你才知道她平常有多少话 你正是看她那个时候 你才发现平常 她有多少话不能讲 是吧 她有多少东西不能够公开谈 但男的不怕 比如说男的呢 往往在公开场合 就其实还是能够讲 而且有时候肆无忌惮的讲 而且你觉得 这里有没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就是说 他们讲啊 就说你看啊 男的呢 比如说老婆出轨了 往往男的没多大兴趣 一定要见到那个男的 嗯 但是往往这个女的呢 老公出轨了 至少我知道 有相当一部分女的 她还 就我非要知道她是谁 甚至于我非要跟她见一面 哎 盘一盘 你觉得这是 哎 余老师比较了解女性心理 我 你能分析这种心理吗 这个 这个现象倒是 倒是挺多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那个女的 就是她 她要 她要证明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我是不是变成黄脸婆了 我是不是没有魅力了 我要比一下 看我老公找的神是什么样的人 哎 但是现在也真不是黄脸婆的年代 嗯 我就感觉到 就包括保强这个事啊 其实要不说你要从 纷繁复杂的这个现象里 你总结 我感觉到 女权在高涨 嗯 这是很明显的 对 包括那个你看韩剧这种小鲜肉 那本质上那个王海琳不是那次讲话的 她都咆哮了吗 说现在买片子的都是各个电视台的中年妇女 这些买片子的 你们都是色情狂 就买这种小鲜肉 但是在这个同时 真像文道说的一样 就说女孩尤其是现在这种80后90后的女孩 说实在的 你盼着她 她都是独生子女 她为了你一个男人奉献忍受守真操 永没那日子了 你看现在拍的电视剧很多是满足女孩的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挺火的叫微微一笑很清诚 这微微一笑很清诚呢 你知道现在啊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有的是有的片子就是给女孩子看的AV 就是你想 无比的一个帅哥 帅哥永远的很体贴 可以陪着你一晚上看星星 手都不乱动一下 对吧 然后呢 就这样 这女孩你看她们找一段 你可以看看这个台台台台词 就说这女孩说我要是鸿杏出墙呢 你听这帅哥 哎标准答案怎么样让女孩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这个类的 如果我真的活性出墙 你真的不介意吗 不介意 我以为你会砍树枝呢 最多 你出墙一寸 我挪墙一寸 你出一尺 我挪一张 哎 这 我原来就是 听明白了吗 现在帅哥的标准答案 就是 你听明白了吗 他不是说你到高一尺 你出一个 我出十个 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说我这个男人对你的照顾啊 你要想出墙 你出墙 你出墙一尺 我呀 再往外退 一丈 就我我我 我愿意满足你 给你更大的空间 什么意思 我没太听懂 比如说他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出墙 比如说去见人家那个小先生 行 我下一步我就把你送上门 是这个意思吗 提供机会 提供机会 他说的其实也是 他好像就是摩高一尺 道高一丈 这意思 他不是摩高一尺 不是不是 就是给你提供机会 给你提供空间吗 我给你把我把那个墙 他往外挪得不转 他现在是往外啊 我没解释个话题 对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 我已经听懂了 他的意思就是 摩高一尺 道高一丈 那意思 就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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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往外冒出点这 我就再挪点 他还是控制 不是 不是 他不是让他随便说 对吧 我就说 要把话不就变成 你要找那些 行我今天带你去 不是 我理解就是说 他 你一个女人所有的需要 比如说你为什么 红权出墙 是因为墙里边的东西 不能满足你了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觉得不能满足你啊 我把空间给你大点 我把空间再给你大点 我满足你 这个我我我给你更大的圆子 就比如你现在有一个小鲜 我给你找两个 对不对 这真是毒药 真是毒药 毒害一代女青年的心灵 对 对 你上哪找这种男人家 有这种人吗 不可能有这种人 对 这就得管 这就得管 对对 看出咱们四个的岁数了 对 对 而且他这个台词吧 他这个台词我们听着有点费劲 嗯 就因为没有这 过去说这就不说人话了 就是他没有怎么说话的表达方式 对 所以说咱就是说咱这儿没女的来哈 咱就说点这个男的 就哎 我也听到现在有些人说不是不尊重女性权利啊 就是啊很尊重很尊重 但是现在那天我就看他们一节目男女两方辩论 就是王保强那声 我觉得有一男的说的也挺干嘛 就是说哎 哎 直男癌是不好 可是难道你们就要变直女癌吗 对吧 说过去的男权不好 可是难道女的就可以蹬着鼻子上脸吗 你女的就 哎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做人的标准 那天你看阿诚老师我觉得讲的挺有意思 他说你看啊 就说这么多年来 你几千年到今天为止 这个你交朋友的标准 还是出不了孔子说的那几个 嗯 仁义理智信 你想是不是你为我为什么跟马爷交朋友啊 急难关头就来就场 就这样一种 你还是这个标准 对吧 你不能说他骗他骗人成性 你我愿意跟他交朋友 所以这个标准难道一定是男人或者女人的吗 嗯 难道女人就是啊 因为男人不靠谱 女人就应该不仁不义 就应该欺骗被判 我觉得是应该咱大家都进步 对吗 就是 哎 你有意见吗 有意见 那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出轨 因为今天话题重心 你不知道怎么跑到女人身上去吧 是啊 他出轨我可以理解 比如就是公众都知道的王宝强事件 那个那个女的叫马蓉对不对 出轨可以理解 但是不能理解阴谋 就是他这里还要算起财产 这就变成俩事了 这个事都变得比较大 我认为单纯的就是为了情感问题 说你那一天 是不是你出去拍戏 深山老林的半年不回来 我这有点 就饥渴难耐 我这一晚上出轨了 这都还可以情有可原 还可以理解 就换句话说 这事还能往回走 那你今天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 如果 我们现在如果啊 别有人告过来 如果是一个算计 我们现在已经抛开这个话题了 就抛开这个具体事件 还沿着这个话题说 如果这上面是一个算计 就是我不仅搞了你的人 还搞了你的钱 这事就阴谋大了 主要是账 你觉得呢 于老师 我比较赞同马爷说的 就是这个出轨是跟阴谋 应该是分开 对 你分不开的 这事就比较大 现在 而且中国人他确实是身体的禁锢 也是太久 所以一旦他尝试到这种身体的语悦 肢体语言的那种活动 我觉得他可能是沉溺于气中 所以 不仅仅是女人出轨 男人也在出轨 是吧 这样用以前有 有中国人有一句笑话 就是用西方人的语言 有一句笑话 说我们以前光是讲饮食 所以叫口腔期 很多人没有度过口腔期 也吃为 为生活的最重要的乐趣 现在口腔期过了 又进入另外一个期 是吧 有人叫肛门期 或者叫什么期 青春的那种 对身体语言的那种迷恋 就是所以性有点泛乱 肛门期性就泛乱 也不能这么说 反正我觉得 他可能还是一个大社会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 往前眼睛的一个阶段 要经历这些阶段 包括我们以前说身体禁锢了 性资源 性资源是极端的匮乏 现在又极端的过剩 当然我觉得现在是 匮乏和过剩同样的是惊人 所以为什么出轨会引起这么大的眼球 是因为你那种 还有很多年轻人屌丝 包括农民工 他们是处于性资源匮乏状状态 所以要看到你们的那种性资源 他们也不匮乏 你觉得不匮乏吗 今天中国这个需求是双方共赢 好多屌丝怎么解决的 你知道 你知道乡下卖银 实惠人就有 这不是我说的 不是那抱着抓的都是 那老头老太太 那个公园还卖 对不对 前两天抓着那85岁 光扶起来 公安人员上俩人 半天才把它扶起来 那才要几十块钱 那还嫖子 对对对 屌丝们 在屌丝们看着 他们还是处于溃刷状态 对 那我现在问的 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社会的 就是这个 变革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信息的革命 你今天拿这个东西摇一摇 晃一晃的 人全出来了 我们那时候大事 梁鹏都找不着人 你上哪出轨去 对不对 是不是这意思 现在这种工具 我都没使过 但是我那手机经常 突然 我看什么新闻 说底下碰出一行字 就说 有个二八 他说的年龄 对我还是比较有诱惑的 二八 二十八岁的妇女 刚刚离婚 在你附近 他们手机上 经常碰出这种字 然后我关键不知道他在我附近在哪 马爷着急了 马爷着急了 所以就打着梁鹏都找不着 在这 现在的沟通是非常容易的 第一 他先看不见人 对不对 据说现在有发照片的 我不懂 然后他就迅速就沟通了 迅速沟通 他有人真的不是费钱 有人就没有 就是度过寂寞 我碰到过很多人说 你比如你到大理去 大理去好多单身女的去 干嘛就是度寂寞去了 我记得前阵子才有 丽江被称为艳遇之都 大理也有 我去了 我去人家招待我吃饭 大理也有 我去了 马爷咬牙切 你这话 你去了啥子 一大长桌 这人我的大部分都不认的 吃着半斤有人就捅我 说这桌子上 也就是出去开房去了 我说 我吃着半斤饭 那把孙子一会儿回来 还特能吃 果然一会儿 20分钟那点就回来了 回来 第一头把生意的全吃了 起立活 所以可能 都得经过这么一个历史阶段 你看都说美国经历过性革命 性解放一个历史阶段 咱们是不是在经历一个 正在扭曲和畸形的 这么一种性泛滥 对因为中国是容易出问题的 接下来 怎么讲呢 刚刚讲性资源 今天是你信息机会是多了 也讲得很对 你很容易找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要记住中国的人口 是有缺陷的 就男女比比是不均的 对对对 目前为止 在尤其是70年代之后 80年代之后 整个80后 是女少男多 那么现在比如说 如果真的配对的话 我看过几个数字 不知道准不准 有的说法是 中国现在男孩子 就80后男孩子 会比女孩子多出了两三千万 历史上最大的光棍集团 对 那你说怎么办 那接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讲的很 这就说明了 为什么现在我就说 我真的我感觉 现在说出轨 好像我脑子里浮现的是女的 我小时候说出轨 脑子浮现的是男的 现在感觉出轨是女人干的事情 这可能本身跟一个人口的差别有关系 女少男多 女少男多 对吧 而且呢女人会越来越占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现在全球的大学的入学率 都是女人高过男人 对 就男孩子读书 因为小时候都不行 小时候你比如说小学同班同学 都是女孩子比较聪明 读书比较好 但现在这个教育很奇怪 因为人越来越晚熟 所以呢男孩子以前 比如说小学六年级怎么样 也都开窍了 现在男孩子开窍开的还越来越晚 所以女孩子呢 成绩很早就抛离了男孩子 所以现在上大学也是女生多过男生 那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你可以想见再过十年二十年 在所有的社会单位 所有的事业企业单位里面 都是女子占高位 然后下面一帮男的楼楼 我们今天想象那种老板 哎呀又欺负人了 你想到的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大肚子老板 这个小秘书怎么样 将来这个形象可能是完全颠倒的 咱们离做奴才的日子不远了 对对对对 好 快点 快点 一起完了 我觉得这种现象就是性感 这种刮棱瓶 刮棱瓶是一俗称的 应该叫什么瓶子 这瓶子它这个 它本身是有瓶子的 原来这种瓶子叫双木 双木齐知道吧 双木齐子 对 原来有个上海作家苏青嘛 他不是把那个孔子的那句话改了吗 饮食男女人之大玉存音 那本质上那个王海林不是那次讲话的 都咆哮了嘛 说现在买片子的都是各个电视台的中间妇女 这些买片子的 你们都是色情狂 我所调的 我只是想听你们 我唯一怎么样 你也有什么疑惑 他不能想听 你 你 你